能够被利用 那很多时候呢 当我们的身体严重缺乏B群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些消化粉碎 这个蛋白质的过程呢 怎么样呢 就开始减低了 就比如说有某些人 有没有吃饱了过后 发觉到胸口很闷啊 感觉到很不舒服 有没有这样的对象 然后呢 或者是呢 会发觉到呢 会有胃酸导流的问题 有没有 那最后呢 医生跟他说 这个是怎么样呢 胃酸过多 根本不对的 这个 这个呢 是维生素B群严重不足 持续下去的话呢 就会胃酸导流了 听到没有 所以呢 这个对象呢 他有这样的问题呢 都是在一餐里面呢 摄取太多种的蛋白质 比如说 他摄取牛肉的蛋白质 牛肉的蛋白质的这个 这个Beptide是很complex的 听到没有 他是很难粉碎的 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身体还来不及 把牛肉的蛋白质给粉碎 他又吃了一片羊肉 听到没有 他有羊肉更复杂了 听到没有 那羊肉还没来得及粉碎 他又吃了一片鱼 一片鸡 到底如果你是你的身体 你要粉碎哪一个 各位朋友 你能不能同一个时间 驾车 同一个时间干炮子 同一个时间讲电话 然后同这时间的洗衣服 可以吗 能还是不能 不能 身体的消化系统 跟我们的人的外在是一样的 内外是一样的 听到没有 如果你都不能够同一个时间 进行这么多工作 你的胃跟你的消化道 又怎么能够同一个时间去消化 这样多不同的蛋白质呢 understand 所以今天的身体 问题是吃坏的 明白没有 好